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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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抓獎完 然後呢 因為有學員 請現在回去 打好媽媽好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完 後面有些例子 這樣吃啊 離開喔 那這些都是我們剛才講的差不多了 就自己看 我們現在看 複合詞 這個 複合詞 這個沒有稍微講一下 你們等一下有一些題目也是不會做 23面 複合詞就是兩個 兩個次合起來變成一個新詞 兩個次合起來變成一個新詞 比如說像 你們是不是也是母狗的意思 是 是 那風狗的話 當然就是 那這個是 女生的狗 女生狗加起來變成母狗 而不是女生的狗的意思 那加起來變成另外一個意思 這個叫複合詞 就是複合詞 是來自兩個字 兩個三個字 或兩個三個字 加起來變成一個新詞 那個叫複合詞 那另外一種是加拿的 阿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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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複合詞 這個是藝靈 不知道說你們部落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自己去把你部落的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變成你自己的那個 一個姿勢 阿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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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不用去烦恼他 只要知道说基本上有名词有动词 名词最基本就是说 物品的名称它一定是名词 人名一定是名词 那如果动词就有动作就是动词 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3.4.2.3 就是在二十次页 那个3.32那里 这要看一下因为你们第二章有的题目 我好像要写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用那个吃 因为我们吃是最重要的 然后又不会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用那个吃 对啊 因为打的话会伤害别人吗 因为我以前他用打这个 因为打是让好接受动作很交平的 很点洁的一个动词 可是部落的人他们不喜欢太暴力 每次都说为什么每次都要打的 不能够和平一点吗 所以打这个动作其实 就是像在部落里面 我们也不喜欢说叫小朋友 常常打人 或是有暴力的行为 所以就避免使用 那格曼呢 吃这个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用格曼这个字来做例子 好 那格曼我们这样的词类是干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到这个字 那格曼的话就是 比如说格曼拉格 好 格曼拉格是我吃 我把整个句子写整个句子 因为底下会有一些电话 讲到那个打巴撒 我会想问一下 有没有部落是用大巴撒 就是有哪个大巴撒 有那有什么差别 大巴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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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巴撒是没有数量的概念 大巴撒是没有数量的概念 大巴撒是有数量的概念 大巴撒是比较多的概念 大巴撒是比较多的概念 其他人 因为他那个是提供大家一个想 因为在没有问题 要再玩就這樣 哇 我要擦擦擦擦 很多 好 那提供就是 他是提供他的看法 因為在我還有你之前 你可能沒有去想過到底什麼差別 那對我問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其實給我的答案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不常去仔細想說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我現在只是問你們 都要問答 那我不提供我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我我所問到的答案 也是他們我所問到的一些 老師們個人的想法 目前你們就是自己想看 答案跟答案有什麼不同 我以前在山地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那個人家那個 今天晚上他是說 老人家會不會用答案 只有年輕人才會用答案 那可能是因為年輕人會覺得 答答案太長了 他就簡化成為答案 可是後來我又要來義去 不見得是這樣 因為來義他們說老人家 他們就是要拿 他們就不常用過 所以可能也部落上的差異也不一定 那如果你們有回部落 或有跟老人家 那請你們就慢慢去看一下 那甚至也有一些 有一些部落的人給我的答案是說 有看到跟沒有看到 還有距離的遠近 譬如說比較近的或是比較遠一點的 比較近的用答案比較遠一點 或是看得到看不到用多 看不到用多比較遠的用短 也有可能有那種差別 那在這邊的都是個人 他們個人的感覺 那個人的感覺不記得代表說 他們部落室真的是這樣子用 就是提供給你差 那你回家 回部落室你就仔細去想想看 或是說你自己在一個小時後 然後在聽人家講話的時候 那個拉跟拉到底差別在哪邊 你自己去歸納去 那這個只是 呃是先 就是給你一些功課 以後的功課 因為以後一定有小朋友會問你啊 拉可以嗎 那為什麼不用拉 那他差別在哪裡 如果可以那差別在哪裡 一定會問 好那我們現在回過我們的那個功課 格曼納根达巴撒是我 格曼納根 我自己有重疊了 我把它用不重疊 格曼納根 格曼納根达巴撒什麼意思 欸我吃喔 我不是不吃喔 我吃 我對於濾頭 我沒有什麼樣的喜好 你也讀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啦 是喔 好 那有沒有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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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被吃了 被吃了 所以我知道 我現在講的重點是被吃的東西 喔 好 啊 時間呢 有時間啊 你是 大家 有 嗯 很好 有時間 你是 一襲 我最愛是講那個 一襲嘛 啊 用來吃喔 它是不是用具 是嗎 好 用具喔 好 那這個是被吃的東西對不對 那我就是 那什麼呢 被吃的東西 好 我們先給他寫被動好不好 因為我們 我們對被動的這個概念比較 比較有 好想寫 就是誤啦 誤 誤 就被吃的那個東西喔 嗯 你不能講 用具 就被吃的那個東西 然後時間的話就是 用具喔 好 那所以 所以我們看到喔 格格格是m對不對 所以m的話 中罪m是代表 我吃 那是誰吃 我吃喔 好 所以是主動對不對 就做這個動作的人喔 主動 啊這個我們剛剛講 背動是什麼 這樣 對 也是中罪對不對 很愛 好 啊這個用具是加什麼 耶 很好 所以你知道說 在我們園裡面 吸的話就是一個用具 好 好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因為每一個動 就是不是說每一個動詞 它都會有完完全全 比如說加進去 它一定會死掉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空穴 那接下來 如果我幫它吃 我替它吃 我替她吃 可不可以講 太勉强了 那我不要用 我另外一个 用歌杀好不好 歌杀歌杀可不可以 那什么意思 对帮他吃就觉得很怪 可是我拍个动词帮他煮就OK 帮他煮 你帮他煮的话吃是他受惠 对所以这个受惠 我主要讲受惠的人 也可以是用西对不对 好受惠哦 所以我们在文学上 我们会有所谓的交点 交点都是你主要在讲什么 我如果是做这个动作的 主要做这个主事的 的交点我就用M 若是被盗 就是说受惠的交点 还用T 如果是用具 就是工具的意思对不对 用具就是工具嘛 或是受惠我就用西 所以我这边写 就是主事 就是主要做动作的那个人 他就是要按中嘴哦 中嘴我要做完的话 然后受惠就是被吃的 他如果是交点的话呢 他是硬 那如果是用具 或是受惠 有想的吗 我用西 好 这叫我们所谓的交点 辞聚 这什么叫做交点辞聚 辞聚的耐力我们有了吧 早上有讲多了 那这边可以吗 可以吗 那还有一个 那个爱是比较 比较难出现的 所以我们才要再讲 一个句子给他 饭厅怎么讲 饭厅 饭厅 刚刚啊 好 我起来这里哦 刚刚啊 如果你有事离开 就先走 刚刚啊 然后 厨房咧 很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 词根 早上讲的词根 试试干 对不对 他主事个散 我刷写了啊 我试试的是哪个 中音在哪里 对 对 所以阿会有几个 两个 两个 很好 而且你们会觉得他 应该是比较长 对不对 所以是两个 都是三三 好 那 刚刚呢 就是 吃的地方 餐厅 刚刚三是主会的地方 是厨房 所以我们知道 后面叫他爱的话 会表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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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你讲到 我刚刚是什么东西 如果 欸 常常发生 这个动作地点 我会重叠前面的 一个音节 刚刚的三 不是 不是 不是重叠前面 你要重叠前面 用我音加上阿 应该这样 重叠前面有我音加上阿 然后后面加上阿 然后后面加上阿 所以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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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有那个告示出现 所以我就先用这个代替 就是 其他人知道说 有按的时候呢 通常会表示地点 而且他是后缀 你看他放在后面 后缀 表示地点 所以我们会有四个 就是比较典型的 近点的 比较典型会有四个 M 是主式的 中缀的E 是受识 受识 受识焦点 就是指在讲那个 接受动作的那一个东西 好 那个人或那个事物 那如果是用具 或是受费者 我是用心 然后如果是讲的屁 的话是用按 这个按比较难出现 可是他是存在的 咱俩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是我们 3.3.2 因为底下第二章里面 你就有这个东西要做了 那不是每个动词 这四个都会出现 所以他们会告诉你 没有的话 再把它擦擦 那到这边 好像 掌尘尖尖 我到来 我说掌尘尖尖尖 他们就有口 我们不这样讲 这个字我们不用 不用的举手 连部落不用 不用 他们讲了尖尖尖 觉得很奇怪 他们要讲 或是耳末耳朵 结束了 阿弥陀娜也可以 但是他马上不讲讲诚 那到这边是我们的供词 供词到这里结束 那其他你要自己看喔 那开始写作业 这是梦子吗 阿弥陀佛 佳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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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禄就是到什么为止 那如果是佳禄禄 就到那里 那这也是一个辞罪 也是一个闲罪 对 佳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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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o translation 佳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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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articles cu-csf lát ludzi 如果顾加上数字是什么意思 不一打 我们如果加数字 因为教学的时候很快就写 不一打不如山 不如山 对 所以我们数字加上顾就是次数对不对 那就学的就很快了 那所以我们的构词就上到这里 那你不要好好就在写